菲律宾官方公布画面指控大陆海警船又在南海争议海域攻击自家补给船 画面显示一艘标有中国海警字样的白色船只持续用水炮射向菲律宾补给船 另一段画面还能看到两艘大陆船只左右包夹菲律宾补给船 水炮攻击外还不断进逼 菲律宾军方声明提到这起事件已经造成补给船严重受损 船员有没有受伤还有待理清 中国海警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再派出两艘海警船同一艘温补船 擅长中国人外交轮近海域 菲律宾温补船不故中方多次劝阻警告同航路管制 强行冲场侵入警告飞方 换火者必自取其欲 针对冲突大陆海警第一时间则是发声明表示 是菲律宾派出两艘海警船和运步船 挑衅擅闯陆方拥有主权的仁爱交海域 陆方拦阻驱离都是合理合法 3月5号大陆海警船才在南海 与菲律宾船只爆发严重冲突 大陆海警21号又公告菲律宾34人 非法登上南海铁线交活动 22号就派出两艘军舰在南海军演 中飞在南海的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TVBS新闻张娇宝李敏珍综合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